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里是莎莉子 这里才是正题 EP那个其实是编程期哦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同人游戏东方幻梦间 魔力莎性的replay解说 首先要说一下这个开场的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谈出的是 魔力莎还是灵梦还是吸血鬼姐妹 完全要看游戏的心情 也就是说是完全随机的 我是刷了好几次 才刷出来吸血鬼姐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有创意的 然后我的话 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 然后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主要是负责口服和吐槽 所以说有哪里说的不对 或者是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 希望观众朋友们 还有制作组谅解 那么我们就来观看 由莎莉子带人给我们 带来的这个魔力沙线的replay 我的女儿 快回来吧 所以说这个人是杀 莎莉莎的父亲吗 这个男人就是传说中的杀爸爸吗 不要 不要 我要自由的生活下去 我不需要别人来进入我的生活 我要自己决定 那个 叛逆少女下 莎莉莎 你也不需要决定 你只需要接受就好了 哎 那个 这个 那个星空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你随着自己的左右 那一片星空也会左右化啊 谁要跟你回去 自己往左星空就往右偏 讨厌老头子 你怎么这样说你的父亲呢 嗯 看上去左边有一个槽 应该是 擦弹来掌这个槽 然后收获两个雷碎片 看来也是跟干渡传一样是 嗯 擦弹的奖励机制吧 嗯 那么那个 是 是雷碎片 还是 残机碎片 应该也是按顺取来的 我猜的 我猜的 那那个上面那片星空弄得好好玩啊 看 看得出来制作组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的 嗯 嗯 哪一颗蛋星星 嗯 送了一个残机碎片 很多的蛋星星 不過这些蛋星星到了板底之后 就不会再发出那种一圈一圈的子弹了 这一点还是很齐名的 就是 到了板底还在发弹什么的 最讨厌了 就好像干渡传了 干渡传了 干渡传了 之类的游戏 太不清理了 不过说起来 这个 这个星星总是 让人有一种要去吃的虫弄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 商业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东西 就是 看久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星星其实是个吃的 不过在一个同人作品里面 其他另一个会不会并不礼貌啊 嗯不管了 如果不礼貌的话 就先当个欠好了 嗯 结束了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来收场的小妖精了 你神大蝴蝶 只只给了一个大批脸吗 真小气 妈妈 嗯 嗯 于是这是杀妈妈吗 是的 莫里莎 好久不见 莫视的魔法是乌宇顺子 这个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 没有 莫里莎原来是跟她妈妈姓的吗 姓乌宇啊 这个飞服跟莫里莎的好像很像 不过应该 感觉上应该比莫里莎的要简单一些 莫里莎那个太太腻了有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妈妈 这是为什么 靠自己生活下去 你不是这样说的吗 对啊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想错 变形吗 我今天让你往东就让 你就得往东 明天让你往西你就得往西 莫里莎 这样行吗 这是你的宿命 哎 我不承认 什么宿命了 不承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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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宿命的东西呀 如果你不承认你再重要的话也不用说这么多遍吧 嗯 嗯 这个飞服好像有点难 有点难 啊 急迫撞 急迫撞 死了吗 嗯 这个服法也是跟莫里莎的某一个横向 可是我觉得那个服法应该是跟帕奇学的呀 不应该是跟妈妈学的呀 嗯 嗯 又是那种飞服 自杀炸弹 这个好像不难了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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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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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加强 毕竟马就打我的脸了 然后扔了一个雷 妈妈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妈妈 我很开心哦 哦原来 原来就只是妈妈对我理下的考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关系的 可是那家伙 乱家伙 怎么会 我可是一路被追到这里来的 不相信吗 你看看后面 看就看呢 我后面难道还能有鬼啊 妈妈 又不是妖嫩又不怕鬼 所以说虾妈妈跟虾妈妈 果然是观点不合吗 啊虾妈妈好惨 嗯 妈妈 嗯 这个声音好萌啊 不过这个姿势怎么怎么这么汉子呢 又不要出去透透气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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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什么要啊 嗯 所以说刚才那个就是一面一面结束了是吗 只能还会出现那个家伙 让他见过就好了 你 你怎么这样说 也不会喜欢这个家伙 你为什么敢这样对宇宙最强的沙妈妈讲话呢 沙沙你真是不乖呢 看你的孩子与紧闭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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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迷的那个肥福的基石感 这个 嗯 速破一边 嗯 这个又是又是局 嗯 应该不会被封死吧 速破速破 欸为什么不速破呢 要扔雷乐门魔光 嗯 果然 为什么要跑到另一边去呢 速破就好啊 掉了就没了 练色魔光 嗯 果然果然 你要糟 我一直 在等你 啊 爱丽丝有母亲 你吃错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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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没吃药跟吃错了药 不是差不多吗 没吃的话 效果效果不是差不多吗 都是犯病啊 我为什么要了解你的想法 够了 所以 我决定离开 从您身边离开 走走走走走走 楼是先叛逆的小孩 小心 炸电 你炸的 吓我一跳 小心以后架不出去的 怎么会架不出去呢 怎么会架不出去呢 不是有你吗 有你在怎么会架不出去呢 真的 你不会需要啊 多说无意 我知道您是不会放我走的 啊 不是说了 让你走完走完 路上小心了 怎么会不放你走呢 哇哇 这个交叉的好快 根本看不清 啊 不过好像是可以从一边绕过去 一一二二 告诉大家好可怕 我这个这个人偶看起来好像是积数量吗 积数局 大概吧 我猜的啊 猜错了 该不负责 你吃多药了 谁又抬你尾巴了 有尾巴吗 你有尾巴吗 对啊 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呀 我劝你别没事找事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的大贼 母亲 这个这个 打打打贼 好有点违和有点违和 到底在说什么 那个打贼至少不应该接在 得字后面吗 得不就是答的意思吗 嗯差不多了 我不会把你弄伤的 嗯 你说的真好 我竟无言一对 果然是非常中国话的台词呢 哦 这个这个 这个飞压的好低 嗯这个好像不难 哇 我猜 哇 哇 哇 好密好密 我又我又被打脸了 这游戏不亲密 我的母亲 熟死的力量 我是你大爷 我是你大爷 别逗了母亲 我大爷是男的 这个这个这个吐槽让我非常的无力吐槽 讨厌讨厌讨厌 人家还有母里沙浆呦 你说吗 啊 不可以不可以 他妈要干嘛了 啊不可以不可以的 哎 你梦到什么了 我很好奇 你的妈妈想要干什么 我很好奇啊 嗯哇 高速机 哇 哎 迷死了 变色魔光 又没了又没了 你又来偷东西了 嗯 醒了醒了 炸醒了 你终于恢复正常了 倒退 啊 算了 有什么事情说吧 好的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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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你也做了噩梦 还梦游了 嗯 没错 难道是 如果是一遍的话 为什么不是薄莉的巫女呢 哎 你这个翻译不对啊 不是薄莉的巫女 也不是 薄莉的巫女 还真对不起 你咋了 还能说物语的巫女吗 嗯 每次都是 哦卖门 看来要准备聚会了 接下来干什么呢 西角灵魂商量 看来还真是一遍 我都能感觉到周围飘散出诱人的气息了 大贼 嗯 嗯 嗯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说要去找她商量吗 不是说要找她商量吗 嗯那么这里应该还是二面吧 是还属于二面 嗯 嗯这个激光 诶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擦内壁啊 嗯果然 果然可以内壁 内壁擦激光 嗯好爽 要是没有这些巫女的话 就可以擦更多了 练色魔法好可怕好可怕 怎么会是 不对不对不对 节节节节节 为什么要这样 紧张 你们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绝 你怎么在这 出什么事了 喂喂喂 你倒是说句话啊 啊 你是来帮忙的吗 你来帮什么吗 我的眼睛洞察一切 挑唆者什么的完全没有啊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看来这家伙搞不好也在做梦 嗯 狡边是没有用的挑唆者 一定是你挑唆链闭上了他的觉知眼 什么了 这个这个链闭上觉知眼难道 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吗 嗯 这是这个魔理山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啊对了他在做梦啊 他不知道是魔理山 是的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根本不知道是魔理山 嗯 這個激光 預警線好慢啊 這個應該很簡單 簡單個鬼啦 飛幅也是壓的很低 我的話是很討厭這種 壓很低的彈幕 交道 到處亂跑果然是交道 等一下身上 那兩條線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用嗎 提數這是戰略性的 miss嗎還是只是單純的 被提數了呢 嗯 待會看一下那個 是不是暴斃裝就知道 嘿嘿嘿 獎勵了一個殘疾 好像下手太重了 這傢伙就這麼 暈倒了 對對對這個這個傢伙他是睡睡覺了 他是睡覺了 然後這是哪裡啊 這個 不僅讓我感覺是 紅魔管啊 就這種 又陰暗 然後又是 又是豪宅 應該是紅魔管嗎 嗯 嗯 這裡的道中道好像是很簡單的樣子 風都很大 嗯 嗯 嗯 跟這裡的小妖 力量比較親民了 比起前面的那 那那對不能躲的渣男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就说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躲的果然 为什么是练脸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是练脸 好萌好萌 这个声音好萌 我们来战斗吧 这都是哪跟哪的 这里真的是红魔馆吗 我今天听这里就是红魔馆 我没有说错 肯定是练脸当初乱跑跑来红魔馆了 这个是超我还是本我 什么鬼啊 这个是超我和本我 本我合到一起去了 有这样的弹幕吗 毕竟鲨鱼一样 轻松的扭过去了 太可怕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选不同的角色 见到的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这个服卡倒是很有练练的特色 就是瞅准机会上穿嘛 特别有练练的特色 压住了压住了 直接把这个飞服给带走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直接大秒了 这些飞服都跟原本的一点都不像 都是全新设计的 嗯 这个 这个 穿上去了 好可怕好可怕 毕竟是宇宙最强啊 哇 这这这都不占 毕竟宇宙最强啊 啊不对 不是不占 原来是没有雷了 原来如此 这练练的走位好像是 好像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好累啊 你就去睡觉吧 知道这个家伙在想什么 呵呵 你怎么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他什么都没在想 你怎么怎么可能知道呢 练练啊 只是突然想到他咯 对了 练练闭上眼睛了 不可能做噩梦啊 哎 不是闭上眼睛睡觉才会做噩梦了吗 你这逻辑不对啊少女 算了 不想了 既然这个家伙提到了八云子 接下来就去找他吧 到嘞 嗯 然后这里应该就算二面结束 进入三面了 嗯 怎么卡了 我的我的游戏炸了吗 别这样 我开始紧张了 别炸呀 别炸呀 哦 没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点慢而已 这个BGM 这个BGM不错 哎 炸了一圈蛋 是G 哦哦好香 在这里面躲那些 嗯 miss了 没有雷了 蠻不亏 分位的链带里面躲这些光绿 比如说起来这个魔理山竟然是鱼雷的装备 我个人的话我是魔机厨啦 是 是机体意义上的魔机厨 不是设定意义上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装备还是激光啦 激光比较帅嘛 当然要是高速激光 低速鱼雷就最好了 嗯 还是方位带里面躲这种 光光玉嘛 光弹是光弹啦 你说错啦 范围 那个自己的活动范围更小了 嗯 我觉得你要糟 我觉得你要糟 你要被封了 变色魔 果然吗 我突然想如果是低难度的话 岂不是 哦扭过去了 如果是低难度的话 岂不是擦不到但没有没有时间 胆子这么大了 你知道吗 今天我可不是昨天的猫咪哦 那今天我还不是昨天的模拟沙呢 那今天我还不是昨天的模拟沙呢 我来让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变化吧 好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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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色魔光 啊 直接直接就一个雷了 练色魔光 啊 直接就两个雷了吗 啊 我完全没有体会到有任何变化呀 有变化吗 有变化吗 你说是不是你下头太动了 你两个雷霍人家脸上了呢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只是个小偷啊 至少 连翼又说这种话 怎么了 我们莉莎你还是换一身衣服好了 是吧 这里本来本来是山地吗 这个弹幕 这个弹幕 看那个发弹点的话 好漂亮啊 有没有 这个发弹点啊 看起来好像很稀的样子 啊 啊 啊 为什么 我 我觉得miss的莫名其妙啊 为什么总是拿我的脸呢 总是秒秒钟拿我的脸呢 客人来了 怎么能不宁静呢 是啊 我知道了 不错 退下吧 那边有愤怒的 那边有愤怒的 嗯 迷梦了 迷梦了 啊 这已经不是愤怒了吗 那都狂暴了吧 反应好大 狂暴了 不行 给老娘去冰头 这个BGM燃起来了 恰到好处 这个时间恰到好处 这个时间恰到好处 好像一飞好像不能 狂造高速飞行体 啊 你 你站在这中间 不怕被封吗 好像 没 没什么问题 这个 这个激光是水雷鸡的吗 我没看错什么规律啊 嗯 看来是要收掉了 果然收掉了 哦 直接一雷带走了 多普勒效应 哇 哇 好可怕 这个 这个什么鬼啊 在激光里面 躲 躲 中欲吗 然后这个 为什么叫多普勒效应啊 搞不懂啊 哦 这个是 G 练色魔光 诶 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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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像是没封死了 由幻想到现世的列车 我为什么想到不好的东西啊 什么老司机什么的东西 是不是还要呜呜了 这是对不起 练色魔光 不但呢 不好 诶 这个人的愤怒 正在吸取我的力量 不断的变强 怎么可能 没有啊 沙沙本来就很强啊 曾经接受过我的噩梦 我们梦境之间的联系 还有残存 所以说是这个孩子引发的一变吗 你 你 站平伯利神社 那是造成了一变 不是解决了一变 懂不懂啊 你才是一变的 对啊对啊就是啊 你才是一变的 大魔法使得够火吧 莫沙罗 开始吧 知道了 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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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是石符咯 哦 风味的 这个 这个 这段力竟然不好美啊 嗯 对了 面色魔光 看来这张浮卡是要贴底的 如果不贴底的话 应该会 会 下面也会产生很多的暴躯 但是 应该是要贴底的 嗯 嗯 又是个私服 子弹人真亲民 这么多私服 不过说起来 子弹人有很多 书卡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 特别典型的 像波语力的境界那种风格的 包括那个 摇摇梦里面的 还有那个 波 波 波语力境界 就是文化天 文化天 文化天里面的 还有那个 有夜超里面的 拉瑟瓦的 哎 miss了 miss了 好像是暴斃状了 有夜超里面 那个拉瑟瓦的 做的更新很好看 又好看 然后又 又好玩 嗯 嗯 嗯 开始加V模式了 嗯 面色魔光 嗯 第一波好像是纯军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中服的吧 但是上面有99秒的倒进士 应该是中服了 嗯 嗯 嗯 银压有点大 那个光域的判定应该是比较大吧 就一圈一圈的往上绕就可以吗 如果服的话应该也是一如既往的不吃雷吧 嗯 听到狂猫的声音 啊 掉了 你看你露了一个红点啊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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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不吃雷的 这 这力量 嗯 通关了 通关了 子大人 不行了 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到这个疯子身上了 没疯了 没疯了 只是没吃药而已 没吃药而已 好好吃药很有救的 我可是 真的是人类啊 自由的魔法使啊 接招吧 噢梦鬼蛋 干掉了你们 我就去找林梦一绝生活 不是 林梦到底已经很忙了呀 有这么难仇恨吗 嗯 这样应该就算通关了 为什么 为什么巫女会这样的上风呢 嗯 嗯 那个 香灵堂里面说的可是 呃 赢的往往是林梦 但是摩里莎也不会说太多 好像 应该是原话吧 直觉啦 直觉 八个舞女 你不是也是八个魔法使吗 你们都是八个呀 累的不行啊 嗯 对话跳得有点快了 成为魔法使是从小的愿望 你擦呀 小气 嗯 那这就结束了 嗯 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好的 嗯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应该给什么评价啊 希望大家都喜欢啦 其实我本来是想把这个ED给录完的 但是 快录完的时候 游戏爆炸了 哈哈 我应该感谢它不是我录到中间的时候爆炸了 那么这个ED就没有录完了 说起来 不完美也是完美的一部分呢 嗯 总之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喜欢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面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再见